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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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要提到我們資深媒體人 上台運商界 男人影研人 以及Catch Play 美流資訊長 大大同台 曾總經理 Ovo 無創辦人 過癮科技 正創辦人 一同女台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上台 大家好 經過一天漫長的論 我們就盡量在這個階段輕鬆一點 讓大家不要那麼壓力那麼大 感謝各位來參加 我知道今天有一些是 各自製造的委會 然後有一些是 可能做這個行業製作的朋友 我們這個部分 主要是要討論一些國際化的議題 我等一下就是直接先一個一個介紹 然後就請每一位 先就他們自己的服務 先為大家做一個幾分鐘的介紹 那第一位是Catch Play 就是台灣的一個OPT for電影 就是主要是電影觀看服務的一個OPT服務 然後Catch Play的技術長 CTO那個劉先生 然後先來介紹Catch Play 再介紹這項服務 謝謝章姐 來介紹各位來賓 那我是Catch Play的技術長 來介紹Catch Play 那今天就很高興過來 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Catch Play是一個怎麼樣的服務 那Catch Play 本身這間公司 它是個電影電商 那我們就是以 Farmulilogus Farmulilogus 為一個主要出發地 我們希望提供可以在台灣 還有就是目前我們還涵蓋 印尼跟新加坡 所有熱愛病理 疾愛病理的人 有一個很高品質的病理平台 可以去觀看 收看 享受病理 帶給你的人一個時刻 那我們目前就是剛提到在印尼 新加坡、台灣生產品 我們都已經有上市了 就已經在提供我們的服務了 那預計到美濟 我們還會再提供到 越南、馬來西亞 這些其他國家 那我們主要以 Multi-Tontent為主 那我們剛才想說 Farmulilogus 所以其實我們從 整個Faceway 從最上流的投資 製作電源 然後到我們如果有MOD 在我們有MOD 海波 那裡面有HLA的電影 我們有Channel 那再來就是台灣 比較主流的一些 OTP電影的平台 像Mindillio Gridate 中華電信的MOD 那這些他們的電影 也大多數有時候 我們就是走進攻的 那一直到我們自己成立後 我們自己成立 OTP的一個平台服務 那因為我們都覺得 就是說看電影 其實很細緻的事情 它不是單純只是 你花了七 然後你享受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然後你覺得說 其實只要有就好了 我們希望我們的服務 都能夠讓熱愛運輸 有一個很溢心的感受 那我再多久一下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們跟Netflix 會拿我們跟Netflix 不同的教 那其實我們跟Netflix 很不一樣 主要就是 Content的組成很不一樣 那我們其實在G的部分 比較沒有 我們主要是Focus在你們的電影裡面 所以我們這邊也當然開到最大電商 那緊接著 我相信我們在其他國家 它是主要上述的國家 我們也會是當第一個 很大一個 當中的國家 也會是展示 這樣子我對這些人有提示 我幫Cashway主要一下 就是你們有時候看到 好萊塢的電影 前面那個出品人 就是看電影的時候 前面會打那個出品人 通常都是出錢人 那有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些好萊塢的大片 都有Cashway的投資 所以他們其實是 從投資拍電影 這樣子的一個公司出發 然後到現在 在提供一個網頁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上主要是看電影 所以他們的主要經營是對手 對我來講可能是iTune 就是蘋果的那個賣電影的那種 可是呢 因為蘋果大公司 全世界都不太理我們台灣 所以呢 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在OTD這個行業裡面 對我一個使用者來講 其實在我們的台北一場 跟高雄一場 跟大家常常會經濟到OTD 其實他們的提供的服務 其實是相對比較獨特的 就是比較少應徵者 應該這樣講 對不對 就是內容比較獨特 然後甚至可以提供其他VTT 業者的供應商 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那第二位呢 第二位很特別 第二位是 在十五 在台灣待了十五年的黨長 對不對 應該可以比較理想 那因為我跟他是前後期的 我以前在TVPS工作過 那時候我叫聯益製作有限公司 那現在他帶來的這個服務叫做 大大平台 PinkB Channel 來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 這種經理呢 他們現在比較聯益 可是後面不是製作有限公司的 就是 那同樣的 我以前服務的原益呢 百分之七十是香港TVPS投資的股份 然後三十是台灣 那現在都是HTC的那個 那個 你們的老闆 就是王雪紅 他的投資 投資的 所以TVPS現在完全是台資 沒有港資也沒有入資的 那 那 那 大大平台呢 就是 一定要宣傳一下的原因是 因為我在準備內容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兩天後 就是 這個平台 要在台灣上前 所以等於說兩天後 這個 OTT 服務 就是在台灣 大家就可以 其實現在你們去 那個 Apple Store也好 那個 Google Play 都可以 都已經可以當作這個服務了 所以好 我就不多說了 其他的介紹要 然後 那我自己自己介紹 好 輕鬆介紹一下 那個我們聯義投資公司 是屬於香港TVP 香港TVP是一家 在香港的商事公司 完了 今年是我們賣相 今年是我們的五十週年 然後我們其實是 跟香港 跟台灣一樣 台灣有三個無限 有四個無限電視台 這樣有三個無限電視台 但是香港TVP 也占香港的市場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 所以每一部都是受信率的冠軍 在香港的巨來講 那在台灣來講 大概應該都有看過 處留鄉 四十歲 四十歲以上 三歲以上 我在台灣十五年 我唱過去做歌詞 上海看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 後來為什麼 你們看過港劇比較少呢 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有TVPS TVPS大概是香港TVP 投資的台灣分公司 台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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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時香港 TVP佔了台灣TVPS 反應七十的國權 所以後來TVPS 全面做到在地化的不需要港劇 所以大家就看不到港性了 OK 然後呢 那個事件 直到去年 十二年就有正式離婚 那個TVPS 都會王學鴻 擁有 然後呢 香港TVP在台灣 再沒有其他的發展 其他項目 所以呢 我們今年呢 都會發展PB Channel PB Channel PB Channel是呢 我們其實是 我們以香港一個 無線電視台 過去三年 一起發展數位化的 第二代 第二代產品 我們第一代產品 是一個機商盒 這個機商盒 我們叫MIT Super 在香港七百九十萬人口裡面 我們大概有 在家裡跟公司 下載總數是三百五十萬 然後再過去三年成績 然後呢 現在我們再出的是 一個PB Channel的 手機應用工具 這個手機應用的 應用的引擎平台 我們點進OTT 這個OTT 我們在香港 是今年的七月份 開始Launch 到目前來講 應該已經超過 接近三百萬的 差載率在香港 然後我們 第一個想到的是 在香港 第一個想到的是 我們除了發展 廣東化的OTT之外 我們要發展國語的OTT 然後我們選擇 台灣便是我們 第二個我們要上線的地方 所以我們定了在 後天 十月二十五號 會在那個 台北正式辦 上線的季節會 跟音樂會 然後我們請了 周慧玲來台灣 然後那個 也請了 那個 裕書記 周章好 那些年輕歌手 在那邊 放晚上現場演唱會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上去看 免費 如果沒時間 那上FB也可以開到直播 好 那現在都可以了 好不好 謝謝 問一下就是精鬆一點 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那王大陸的大平台 比較鮮 還是什麼大大平台呢 不知道我們去年 都決定要在Web Channel 好 因為Web Channel 但是今年 後來發生 往大陸事件 然後後來我們想 Web Channel 叫大大平台 所以英文是先過往大陸 但是中文是 後面的 對 那他們幫你 想一個好的名字 對 我們後來發現 因為我聽不懂 才會叫大平台 然後再上網去打打 叫大平台 所以我們要乾脆 為我們叫大平台 好不好 好像也不錯 但是大平台 不能註冊 因為這個名字太普通了 或是我們的八大平台 好的Web Channel 其實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曾經是TVJS的員工 其實港劇 並不是在地的話 被完全消 但是說其實 港劇文藝 其實在TVJS的八點檔 很難長段時間 然後配國藝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整個TVJS的走向 可能變得戲劇比較弱 所以他 所以他等於是 這個佔頂太強 其實一直都有文藝 但是 就是他 他在所有的戲劇裡面的 鼓勵太少 所以就漸漸的 漸漸的 漸漸的說 要不然我是從小看 去場 然後還在說 有沒有可能看到 復刻的 比如說當年那個 那個 那個 西沙師兄啊 這種 復刻的 希望有一天能夠 能夠見到 你知道嗎 我們上次有四個頻道 其實那個是經典 不過我們選了經典 周星期做我們第一個 上次的主角 然後我們連續播幾個小時 都是周星期的戲 對 後面可能會有 進大集中 先從新年開始 OKOK 然後那個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不曉得大家 現在你在家裡面 會不會常常使用 所謂的盒子 電視盒 電視盒來自 來自可能你的 Cable的供應商 有些你可能 使用Apple Apple TV 有些你可能 使用小米 有可能使用Quarket 他真正在地 一個 一個就是說 尤其是他 受很多科技界的 Heavy User 然後他又是一個 在這幾年我們發展 新創 就是他從眾所出生的 OVOT的總經理 對不對 執行長 方辦人跟執行長 吳執行長 來幫我介紹一下 你的盒子 特別在哪 各位好 很高興能夠 有這個機會 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OVO這個品牌 目前台灣應該是 最多人使用的 一個智慧電視 或是這裡人 就把他叫做 ODT機上的 那我們的團隊 本身在精神科學區 所以本身是 他們做技術的 希望能夠發展成一個平台 我們創立OVO的目標 就是要成為 發展成一個所謂的 家庭的一個智慧平台 所以我們從電視人出發 那 主要的特色是在於 我們是最重視 全家人使用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會做一些實體通路 跟其他一些電視人 做房子太一樣 所以目前就是說 像唱坤一直是我們 就是 OVO這個品牌 現在已經連續三年 在唱坤這個通路 是銷售第一名 那唱坤也是電視機的銷售 其實目前全台灣量最大的市場 在那個通路 那 很多是所謂的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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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OVO的目標就是全家人的 所以如果說 你要買一些很fancy的 很酷的訓練場景 一些很多選擇 那如果你要買一台 是 它是連接網路的 你可以追劇 可以當你錄電視 然後放在家裡 希望全家老闆都會用 那目前OVO應該是 最好的選擇 就是我們OVO最大的特色 那目前已經 我們 我們在上折月 浪取了一個新的計畫 叫做 智慧平台 然後接下來 就是影視的內容 因為我們的發展三年多 再加上說 市場戰友率 像剛剛 這像是目前為止以前的 我們已經快要 多過10萬家屬使用了 以這個我錄電視的來講 目前 一二到零大概5萬左右 那我們跟台灣的幾大的 內容品牌 都有合作 或者是一些交流 那除了內容之外 接下來 我們還會開始做一些 比較有趣的實驗 譬如說我們下集會 開始賣 賣衣 賣一些應用品 做一些這種所謂 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希望跟應用戶發生關係 就是說 你想要看劇的 你想要看電影的 你想要看電視內容的 那也會有人想要買一些手 我們會家庭 然後我們也一起接了一些 所謂的 雲端監控的攝影機 或者是智慧影響 現在在科技界正牌而已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就是有需要 因為我們可能 我們這邊做技術很好 我們就會生一些 partners 所以我們在下個月 會不會開始有一些 欸 你可以在電視上看的時候 然後看到 裡面有一些報告 然後他們在賣一些 例如小檸檬產品 你就可以把它補兼 讓一些本來沒有上購物的人 然後看電視 然後在看電視 可以順便做一些 所謂的 訪問的交測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 嗯 應該接下來 我覺得將來就是 會有很多所謂的 建體股負貨或是老人家 第一次 線上報告的經驗 會發生在電視機上 然後藉由報告的譜 好了 以上就是跟報告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 副長 現場 使用盒子的經驗 的人都不會這樣 所以大家 都知道 OTD的盒子 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嗎 大家也都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來問 跟我們比較介紹 就是跟國際化有什麼關係 那接下來就是 非常國際化 那個 政調劇 對不對 他是 Go Inside的創辦人 主要是 他的那個資歷就非常的 資歷非常到我們 輕薄 因為他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國際媒體服務 比如說像我們知道 Discovery DNN 半導電視台 然後 等於是你的 你的生涯養成 都是在國際媒體的時候 那從國際媒體的一些工作經驗 到現在 創辦人 Go Inside 你要先介紹一下 Go Inside 要躲到郭先生 好 大家好 我是國演科技創辦人 Roger 鄭凱鈺 那 我們公司其實很新 就是2015年初 才成立 那 當初成立的時候在新加坡 那現在在台北跟洛杉磯 還有上海 以及上幾個確認的在倫敦 都有了很小的這個辦公室 那 一開始 過去規權的這些地方發展 那其實跟一開始的工作 第一份工作在台灣念完書之後 第一份工作是英國的路透社 這個新聞的工作 新聞製作人 那 接下來就到了BBC 跟半導電視台工作 那 最近這一份工作 除了自己創辦的公司 上一份工作 是在Vistory頻道 做了六個擔任監製的工作 那 就是製作一些在亞洲地區的節目 那 現在我們公司要做的事情 主要分成兩塊 一塊 可以說是比較傳統 就是說可能還是電視節目 或是戲劇的發展 那第二塊 比較好今天的題目 就是說 數位經濟消息性的發展 我們跟阿拉伯半導電視台下面的 AJ Plus 大家就知道 他在Facebook上面 有上千萬的這個Follow 以及CNN奇效的 Great BeatStory 這幾個網路平台的這個Follow 東東Facebook Twitter還沒有算的話 都是超過千萬 那 目前 今天其實來OVN之前 早上也才跟 CNN的紐約總部 開個會 也許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CNN真的這個網路平台 新媒體的一些發展 那其實 變化很快 那怎麼說變化很快 因為 兩個月前 跟我一起開會的副總經理 今天就已經離職了 這個就是新媒體非常現實的狀況 你每兩個月開會的衝突 可能都是不同的 那你可以說 它的淘汰率非常快 你也可以說 因為這個市場其實 太可怕了 或者是說 像剛才多人跟多人聊 太美好 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 從阿拉伯的半導電子台 到美國的CNN 甚至回到我們自己 台灣比較熟悉的Netflix 或是台灣大家知道的 Edplay 或是即將 Lunch的這個大大零來 其實 我們是內容產製者 我們的感觸就非常深 因為真的是不管哪個平台 過去我們在電視的這個經驗比較久 電視的這個離職率都沒有這麼高 但是現在在這個新媒體下面 像OPD這一些的太快率 快到你無法想像 就像CNN在聯約的這個辦公室 跟我們負責接頭這個新媒體部門 大家可以想像它的平均年紀是幾歲嗎 它的副總體就是Vice President 現在今年是26歲 副總體 那 它一年可能要負責的這個預算 在網路上執行的預算 大概 超過700萬平均 那每一個網路影片的成本 網路影片 10分鐘裡面的網路影片 的成本 可能是70萬到100萬台幣 所以它一個26歲的人 它會去supervise這樣的project 那同時它會確認 哪一個內容是要先走Facebook 哪一個內容要先走Twitter 哪一個內容要先走Snapchat 那這個東西都影響到我們 幫它做內容的每天在思考 像今天早上我們跟它開會 OK 亞洲要做哪些內容 它就是會先給我們一個順序 好 那這10個題目裡面 有哪三個是Facebook first 是Facebook先 哪幾個內容是Snapchat先 Snapchat可能要打到美國新照 那有哪些內容是 我們一上線之後 要24小時的monetrate 24小時的接口 如果在Facebook上面的觀眾 整個幣掉下來之後 要馬上1到2 所以聽起來好像有點恐怖 就是說好像大家 在這個新媒體發展的狀況之下 大家不太能夠睡覺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新加坡 他們的team在納約跟舊金山 大家存在有很大的時區 這個時差的差異 可是大家的手機 WhatsApp這個群組裡面 不斷的告訴你阿貝 你上線的內容 目前在納約一上線之後 在亞洲的觀眾人數到達多少 在東東地區到達人數多少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也是由於辛苦 就是說我們這邊 好像已經快結束之後 又看到這個東西好像不太行 那個東西反而又出去 比我們預期都好 那我想新媒體發展在亞洲 可能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美國的學習 但在美國它其實 失差的很嚴重 就是說其實今天才跟他們聊到 就是說北美五大的OTD 大概能夠活下一個 大概不到三個 陸陸續續倒的OTD 其實越來越多 這是從北美開始 就是說投資者他的資金 來不及不會 或者說看不到前期發展 所以這個其實是蠻有意思 就是說反而我們看到端南 尤其是我們最近跟這個 印尼跟馬來西亞的OTD 也在洽談一些合作 反而他們的資金是不斷的一組 那他們找了很多人 都是以前在Netflix上面的高層 加入了這些東南亞的新的OTD 那這個趨勢變得很有趣 就是說在日本或是東南亞的OTD 現在的高層這些 不管有很多是以前Amazon 以前Hulu 以前Netflix的高層 現在學部來到亞洲 那這群白人來到亞洲 他們想要做什麼內容 他們想要做在地的內容 那在地的內容 能夠再反饋到歐美的市場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做的工作 然後也因為跟這些不同的銀台的夥伴 常常在找問的時候 觀察到一些新的趨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在從那天我的問回 因為剛剛之前比較沒有碰到 也有一些從您的剛剛講 我有些疑問要追問 就是同你剛剛講的四地 然後跟接觸 因為大部分都是一些 我們比較知道知識性的平台 或者是新聞的平台 所以你們到底負責的是 做出什麼樣東西放在那裡 就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現在 比如Facebook上其實只有美國 有時候會一直對新聞的平台 對其他國家的Facebook並沒有 所以你們做 你們 就是你談的這些新聞媒體的半導也好 CAA也好 談的是製作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這樣的內容 是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將來可以預期的 有破例模式代表 就是問你這幾句 我舉個例子 最近幫CN做的兩部影片 一部影片是關於台灣抽豆腐 台灣抽豆腐美食的影片 那請坐大概五分鐘 另外一部影片是 也是台灣 台南那邊有工程師 他做豆腐文藝 這兩個題材是在紐約的時候 他就馬上approved 要做這兩個題材 那這兩個題材是沒有任何的 我們講的簡單就是 沒有任何的業務支部 沒有任何的贊助商 是純粹CN要做的 那CN他 他出自做電腦 他出自做這個電腦 那我們從企劃到拍攝到剪輯 提供給他 這是五塊 那我在製作的時候 我們要做 所謂的這個 這個 頂約率的預測 那剛做的頂約率預測 都是估計在一天內 會超過五十萬的頂約率 那這兩部影片比較特別 可能一個是女士嘛 比較有趣 另外一個狗狗 當然大家都喜歡 那狗狗這個是很有趣 就是說他在一天內就超過三百萬人 所以這個也超過CNN他的預測 那這個細部份就是說 我們從前期到後端幫他製作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所謂前期就有個贊助商進來 比如說我們會跟CNN跟勞力士投票 或是CNN跟UNESCO 聯合國教組織組織 或是最近CNN跟輔特基金會 那我們這三個檔 我們是內容層次方 一個是平台檔 一個是單字檔 那我們就討論了 哪些主題的架構 以及各檔需要達到的要求 那您剛剛提到的營利模式 可能當然對CNN來講 他就是說他能夠 變成我的網路上的收入 Facebook他已經有很多的收入件 因為他領域非常高 另外一個人對於CNN來講 他這些影片都會在電視上 在做全球的播出 那全球播出的時候 他才在賣很高 所以目前他的這個營業模式是這樣 所以像你們這樣子的製作公司 可能不是只有你的 因為就是可能跟你身份背景 一樣相同的 可能國際有很多這樣的製作公司 在同時提供這些國際美金 在生產這樣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 我們在談的很多的方向 希望是可以製作 就是說很多時候他希望製作給我們 但我反而會跟他講說 做這件事情需要一百塊 但是我希望我們自己公司能夠出二十塊 所以我們擁有部分的安全 那現在在很多的投資下台裡面 反而他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式 就是每一個人的這個投資都會降低 那大家share安全 那大家也希望說 你能夠帶進更多的商機也好 或者是不做伏伴 那像UNESCO這個Pens 其實就是我們帶進去 就是說以前他 UNESCO從來不是他們的客戶 但UNESCO曾經是問題的 要做伏伴 所以我就把UNESCO帶進去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一些東西 是能夠在網路上 Facebook 特別是snapchat 因為UNESCO 以往過去的一些點音內容 其實年紀都比較大 都大概四十五歲到六十五歲 但snapchat在美國大概十六歲 十三歲 就在網路上 所以他們對於UNESCO跟snapchat 這種東西可以結合的話 他們就會比較多的興趣 那個製作預算還算好嗎 這是國際條件 我覺得製作預算可能 沒有像中國這麼高 但是當然在亞洲 水水準確是遠遠超過亞洲 你現在中國還比美國的 中的半島 曾經半島是最高過的 曾經半島是最高過的 因為他那時候當然是有政治因素 那如果沒有你這樣子的被子 就是在一些國際 如果想要像這樣子 進入這樣子的市場 去有什麼管道或方法可以給大家建立 我覺得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當然就是 可以多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這當然不是的確 不是講一些老國常態 英文練習非常重要 所以第一步溝通 就是說你還是要跟他開會 要跟他溝通 這很重要 第一步文言的問題 那剛剛我自己是在台灣 土地圖上 我的英文也不是非常好 也不是many of speaker 但是講勉強可以聊一聊 那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在找尋 像洛杉磯問問 要有一些比較新創的工資 就是說年輕人 那你說我怎麼找 我沒有任何的人脈跟這個福爸爸 我怎麼找 我從冰鏡找 我從Facebook找 那我沒有任何方法 就是說我老子說 我沒有任何這個那個 有錢的爸爸介紹 我說來來來來 你跟他有討論 我看到冰鏡有一個人 做的東西跟我很像 或者是他曾經做了一個作品 我很喜歡他 我很喜歡這個製作人 我很喜歡這個冰鏡 喜歡這個導演 我就Facebook跟他 很聚集他 介紹他說 這誰誰誰 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作 自己要自己介紹 自己介紹 不然我沒有其他的辦法 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有部分人在 可能去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國際 國際核總部 HECO的都到我那邊去 所以我認識了很多 我的下一代都是 因此而永遠去那個 然後可能先半導在 在那個波斯灣再生 或者就曾經有一段 其實那都是一段一段一段 所以可能剛剛他給有志於 像他這樣做比較知識性的 轉變的 然後跟國際新聞媒體相關 都可能你除了你的 你的英文要法的資訊 你可能要更勇於表現自己 然後去想要找到 找到 或者你等一下可以跟他交換 這樣會不會帶著更好的管道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蓋了 什麼問題跟資訊 然後再回到OBO 就是剛剛講的O2 我就很好奇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 你們是最大的 你們的贊的數量 那其他呢 比如說你在台灣做核子 最大的對手都是誰呢 那符合我們這一個提供 就是你要做外銷嗎 還是說整個 可以一下 好 謝謝蔡主 好 簡單說明一下是台灣目前 如果想要在電視上看 就是網路的內容的話 基本上會去買的核子會主流 因為台灣的這位電視 其實因為市場比較小 所以其實投入的並不多 那如果是電視盒 那目前OBO是市場的 它的第一項目 第二項目 第二項目 這個叫電檔 這個 對 這個 它的客戶沒有太久 所以這邊都沒有太高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所謂想小米 小米這個國際版道 就是要做外銷 這樣 目前我在做平台的產家 然後其他有一些是那種 實際上是硬體的 就是 有很多品牌 我就不必有 那直接說 調亂到版核子 對你的影響 這樣 就不必 好 不是說 合著跟三類銷 那叫做平台 跟列爾三家做平台 另外一個是做硬體的 硬體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很多那種通路平台 結果找到中場這個台 然後就是公版本土 就賣了 然後賺一百錢 因為它本來的平台 放多不在那邊 這種能量國家 我當然真的太多 剛剛他比經理台的大 因為經理台的政治 跟內容都有作娃 音樂或商品 比較緊織 那比較有技術的問題 第三塊就是所謂的盜牌 這塊剛好是個場景 我也希望能夠忽略一下 大家不要出買到盤客戶 大盤有誰呢 就是 就是什麼 你不是沒有幫他講名字 人家就去搜尋了 我前天都講 是是是 對 我本來也沒辦法講 對 就是一些說的境外動資 他是這樣的短期套餐 他去到盤了很多的 我路上的 譬如說 但是到盤來說 大家就是號稱可以看什麼 近千財頻道 但是那些頻道 其實你在一般的Android的Store上面 你也可以找到那些所謂的 就是 免費直播才可以 其實免費都是同樣的 就是你要穩定 你要顧費 那免費的話就是 就是偶爾你如果有設計 不能看過你 如果是你在監工時裝的時候 然後又做完 玩上很容易就被塞車了 對 所以他並不夠給他 對 因為他好像都會被擠 對 然後他也不會投在問題 那這種最後是短期套餐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投資去做Server 然後呢等到你 那個硬體越慢越多之後 是不是體力越來查 對 越來查之後 然後小小小去幫他下 到那個時間他就 偶爾關了 因為找不到什麼 這就是養套殺 對 那這樣已經到了階段了 那團師讓我們 像很多那種打牌的人 因為每天都很離子 不像我們這團師 像這個OBO 你要唱出就看得到了 要是台灣公司 我幫你呼籲一下 就是說 某一些購物平台 有直接販賣的期期 也是很新鑽 對啊 所以呼籲一下某些購物平台 可以不要販賣照版產品的 那我想我們這種想法做平台 其實還是希望能夠回饋一下 所有的影視法 因為所有的台灣影視產業 其實發展滿辛苦的 那我們也很惡見說 很多境外的OTP平台進來 包括說現在 香港代表也 也準備要到台灣來啦 那我們目前為止就是 因為OBO這個市場賣有力的關係 所以跟幾個 目前台灣有三個 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 有三個所謂的境外的 OTP的內容 第一個就是去年 1601月分台的Naggis 那就是我們大盤來挑戰過 第二個是3月來搭一起 他們那個要 他們那個比較進階版還在 對 對 它叫我的基準檔子 Lite Lite 其實是高清版 高清版要另外一間 二間 因為它有分三種 對 三種價格 不是自備 那它三種價格就是三種 五包的平台 你知道嗎 那所以就是這樣 它最便宜的就是最低階的 最高的就是 黑火四個照片 我應該幫Navis 我就說其實是拿的 是是是 好然後Navis OVU平台上還可以看 但是不是那種 貴身是我們那種 沒有一些條件還在等 那第二個是愛奇事 我們跟愛奇事 就整個男生的 因為愛奇事還蠻開放的 那目前就是 在OVU平台上的 訂閱愛奇事的人數 就是因為說 台灣人整體而已 不可以因為慢慢再提到 我想這也是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就是從你 就是這些APP上你的價 你可不可以從你這邊的數據去推估 比如說台灣現在 比如說台航現在 OVTAPP是誰 我們OVU就是 好處是我們的數據數 所以我們定期會發表報告 我們在9月的時候 有發表一天 因為其他網絡網路上 也不知道查 OVU 對 OVU 有關係你查好了 OVU和付數據 OVU數據報告就可以了 你可以查到了 在9月的時候 因為暑假是問題 暑假就是大家會在家裡看去 所以你不停一下那一份報告 好 動點第一是說 OVU相對於去年 好 使用Hours 大概 使用的那個Member 大概從幾萬多 可以多萬多 大概六十幾萬多 然後使用的Hours 從 就是本來是 你的 幾百萬小時 然後今年數據 要進去 對 所以是一個BOSS 所以那個 那個人數 對 因為內容有一波 對 因為內容有一波 對 我們相信早上來之後 對 對 所以你們剛剛已經試下 就是交換 是 是 是 其實加加研討會跟論壇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跨街 交換 對 那你會不會平台上面來講的話 是 付費 第一名是愛奇異 然後第二個是 Friday 喔 Sorry 第二名是BP 對 第三名是Friday 原廠金牌 很明顯的就是 境外 境外 境外進來的 的 就是我們不要講 那個人 因為他 他比較特殊 就是愛奇異 然後本土最大的 地域 兩個 開洋間 第三個就是 對 對 對 所以你們也有跟遠傳有業務上的網 所以可能在你這邊 從什麼都推出去 太遠傳 可能本身就 就背脊比較高 對 我們是互推 對 因為他有他的職業 然後他也希望他在他的內容 那需要一些所謂的 User想在電視上上 如果現在大家不會太擔心說 在手機跟電腦上的 電視上是很麻煩的 其實我大概補充一下 就是台灣的OTD 也有一些比較特色的 也不能講台灣應該是全球的 就是 你的電信商 提供你的OTD服務 通常我們可以講 比較加值服務 就是他比較不像 Netflix也好 或者是愛奇也好 或者是 像Hpray這樣 就是比較會很 針對他那個力氣市場 去提供內容 比較像是做 做內容商 那加值服務商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電信公司 所以他有很大的 很大的就是使用流量 那所以他們提供的服務 有點像 Library 然後讓你覺得 你有一個這樣子的 可以看東西的服務 所以他們通常不會 那麼正深的在推動 其實大概就是 中華電視區最榮頭 可是呢 這一兩年其實 一個是遠藍 有很積極的在推 另外其實 台客大也很認真在推 他的OTD平台 包括他的那個 Mine Audio 包括他的 Videos 對 Videos跟Audio 包括他的InChance平台 他已經現台灣第二大 然後再加上 中華電信 大家如果最近知道 有一個海外進來的OTD 就 也不知道海外 其實他也蠻在地上 FOX Plus 就是FOX加 那FOX 不是就是 不是有美劇啦 有理喻啦 有什麼 那聽說他 他竟然是先跟中華電信 訪定服務辦理 所以他會先透過 所以中華電信的 的用戶可能可以先 先去試試看他的FOX 總統在幫所有國際理喻 在做 在做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 讓大家更清楚 其實我們站在一個使用者的立場 我通常都是 每一個服務員來 就趕快先看他 這個在什麼 登錄方不方便 有些比如說 Facebook 一鍵就登錄了 然後有些 好像好大一圈登錄 登錄方不方便 付費方不方便 然後 然後更新快不快 或者是 他判斷你的使用行為 會不會推波的勾快 其實很多都可以在 你知道 每一個服務員 如果有興趣 不管是要做provider 還是要做future 都可以去試試看 不好意思 冬天打了一下廣告 那再回到前面兩個OTV 我剛剛要問一個 就是在地化跟國際化的問題 就是 因為像 像大大平台 因為 我知道大大平台1026 就要參加今天的論壇 然後 後天要Lunch 我就上網去搜尋一下 那我發現 香港他的Logo 就是同樣在蘋果的Soul 或者是LOS 香港跟台灣的Logo長得怎麼樣 然後 通常我們會覺得說 通常一個服務 他如果要走到很多地區的話 像Netflix 我的印象是 像Netflix Amazon 他們就是比較國際化 就是你不管怎麼樣 他的版面一樣 他的行銷 好像是一個全球的做法 那可是有些東西會 所以想說 不知道 大大平台 是用一個比較 在地化的立場 還是比較國際化 或者是 一定是 我們一定是做在地化的 那個 因為過去投機TVBS太成功 那個 其實 我們覺得做媒體 你不做在地化的 其實你沒辦法去深度 跟市場做互動 跟吸引 所以 除了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去決定發展台灣市場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們先拿3000個小時的節目 包含 包含戲劇 跟背戲劇 生活型態的節目 過來台灣 然後這些節目 我們必須要配上國語 甚至有一部分 我們會考慮配上台語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同時間 其實我們就在 我們10月26號 後面我們會上線 但是我們在兩個月間 已經在台灣 我們成立了基礎中心 然後在基礎中心裡面 我們直接跟本地的年輕人 排前入後的 去做簽約的工作 所以我們會有 我們台灣的正式的簽約議員 去配合我們去做我們基礎 製作員工 製作員工有多少 我們現在只限了20個藝人 然後製作員工 大概有 製作員工我們其實 一路一路從下 飄排過來 也在台灣那邊慢慢來拼 就看著市場走了 然後我們 對 那這製作員工 都是新人還是新舊 以新人為主 我們還是跟以前香港的做法一樣 我們會去訓練 唱歌跳舞演戲 對 那是要怎麼班 一訓班 對 都從會裡出來 對 所以那一套教學 你會一直到台灣來 訓練這二十二十二十嗎 現在被我跟妳講 那是三十九 對 但是會一路一路讓他們 有實際的演出 跟那個一度的訓練 慢慢在培養 然後那個 目標是我們希望能夠每一年 在台灣本地可以做到 五百個小時的增加 在本地的節目 對 他這五百個小時是 non-drama 就是 不是一開始是做drama 是做非戲劇 對 那這個就很特別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台灣 所有的OTD服務 其實最大的內容其實是兩塊 一塊都是戲劇 不管是美劇 韓劇 日劇 中劇 或者台劇 都是戲劇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直播 就是那個電視台 直接過來的直播 因為台灣太喜歡看新聞了 所以幾乎直播跟戲劇 那其他我們講的 非戲劇類型節目 比如說綜藝節目等等 其實在OTD上 即便是陸中 或者美中 或者韓中 其實在OTD上 都是聊背異格 就是說正門家有多有話 但其實點閱率跟 都不是很高 也不是主要的賣點 那可是大大行台 就要走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做法 對不對 我覺得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全世界最頂級的表演 當然戲劇 體育跟歌唱這些 是沒有國界的 去年最好賣的國外電影 在賺最多錢的 在中國大陸西 不一定錄電影 我和我的冠軍組合 在前面三個筒包 兩扣電影 我們覺得很好看 對啊 那未來那些東西 我覺得 我們在香港 發展 發展 做戲劇 然後再跟不同地方 跟不同地方投資 但是我們也很建議 就是說 我們做香港共和的戲劇 但是 我們要越拍越好 那我越拍越好的時候 其實這個戲劇類就 沒有國界 要不需要強調說 我們在台灣拍的戲劇 還在中國大陸拍的戲劇 其實我們最近幾部電影 都在台灣取景 占了 占了我們無分之一的內容 是在他們拍的 對 其實港劇其實一直都是 用這個邏輯的戲劇 對 但是聖魔美容 也是要本地的 比如說 我們做第一個題目 是說那個 馬撒上主菜 然後馬撒就是 台北要不要 尤其那個日本人 在那邊那邊開餐廳 然後在我們做一些 但是你認識到 阿貝斯影片的 不是 那不是 然後我們也都做那個 我有一個節目 就做那個 小雞女跟那個 另外一個做年輕創業 一些的 一些比較 Documentary的一些節目 我們也都有 對 就是這種生活型態的東西 必須要 最後結合社群 接著跟觀眾紀念神互動 然後慢慢找看 那些東西做起來 對 其實我有一點感慨 就是聽到PVD 最主要 第一 香港其實是一個 專業化非常高 在影視這塊領域 那香港當年拍港劇 其實最有名的 就是它規格化 它可以 譬如說聽說 三五五組導演同時在 所以港劇其實是很 規格化下出來的很 專業的產品 那這也訓練了香港很多 幕後的專業 專業的人才 就是說 它可能在單獨的技能上面 也沒有譬如說 在台灣太喜歡講 創意 創意導向 可是他們那邊是製作導向 那也 也訓練出相當多的專業人士 比如說在兩岸三地 其實 香港人一直 對我來講 都是很專業的 尤其在技術的 這部分 是相對 那可是 因為是這樣的狀況 他們要進到台灣的 這個大大名牌 我其實是非常壓力的 就是它不是用它 它最擅長的 當然系還是Library還是有 還是會配上多一點的 但是它會想到 怎麼去做當地的內容 反而我們 我們可能自己 台灣的一些 電視台轉做 轉做OTT內容 或者純粹做OTT內容 它可能 可能是在理商上想 可能是頂進 有韓劇比較多 資訊比較多 然後可能是 直接把自己電視台的東西轉過 然後大部分都是 結果反而是你們的產品 感覺有一點獨特 所以預祝你們 預祝你們 後天開台 一切設定成功 但是有一點那個 曾經做過TVPS 很長的時間也有 而且其實台灣 台灣 那段時間的 Cable的起家 其實有很多香港的 不只是TVPS 還有像傳訊 大地頻道 其實台灣的那個 我們講 Cable 或者無線衛星台的 那個一個 一個生產過程 其實港台 兩地其實是有很好 尤其是 港星曾經有一段時間 幾乎是席捲了台灣 所有的綜藝節目 今天都回應到很多 所以我覺得其實未來 很多的內容商 它還是 還是一個 講說中華 大中華的概念 或者全球華人的概念 其實它還是有很多 可以發展的 素材等等的 那到Catch Play Catch Play Catch Play到底是 一個比較國際化 因為我們 我們IP 不知道 你們在 西加座跟 馬來西亞的廠 然後印尼的 大概是怎樣經營 然後 是比較準的 Catch Play 還是國際化 將來會複製商頭的做法 然後有沒有一些困難 好的 Catch Play 在最近 我們技術還有使用的經驗部分 我們是採國際化 也就是我們跟國際接口 有所有最新的技術 包含4K HDR 501 深道 我們都支持 那整個使用的體驗 在行程裡都盡量保持一致 那但是在內容的部分 我們除了堅持一定體力 就是一些藝術類電影 也就是我們整個開台以來 我們很重要的一塊精神 之外 其實我們會增加很多 在地化的內容的體力 那這個內容的在地化 因為電影的在地化 過程 稍稍有理不太一樣 它其實有來自於法規的 這一些要求 例如說 當地對於裸露的鏡頭 像印尼 印尼是屬於穆斯林國家 它其實男性裸露上半身 還是不能接受的 那在電影裡面情節裡面 像新加坡 它可以接受有一個被槍打死 但是它不能接受看到槍 在射出的裡面 那這些東西都是 在地的經營上面 在內容展示上面 修改上面一些問題 那再來就是 關於當地我們遇到一些困難 那些困難其實 日商的使用者 會被習慣這些問題 例如說像 我們在台灣 你習慣你訂閱 OTT 的服務 你就用信用卡 對 那但是在印尼那邊 只有5%的用戶有信用卡 那你就沒有辦法 找信用卡的導入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都希望 用戶可以訂閱我們的服務 也就是你每個月 互訂扣款 但是呢 在印尼政府 它有規定 就是這種移民類的服務 是不能夠月費制者扣款的 也就是說你每個月 你都要回去 重新贏回你的用戶 要不然它 不完備下個月 它不看 你會不會來了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 我們在當地經營一些問題 遇到的一些困難 那像還有包含像 付費找到 付費廣告 那身為在台灣 我們其實很難想像 就是說 你今天想要 訂閱 HB 或者是 友商Netflix的服務好了 那你會願意去 便利商店 繳錢 你很難想像 它的邏輯是這樣 但是在那邊 是行之有名的 那像我本身上週去 越南 那我們總是要在 越南去開肉市場 那越南那邊 雖然本身它 金融額貸費比率是高的 但是你常常會看到的是 它額度不夠付款 那這也是蠻特別的 因為像我們定價設計 在台灣 我們是一張電影票的錢 250塊 那可是你會遇到 像我們在南京的時候 遇到一些國家 他們用戶是 250塊的額度 他是不會過的 甚至其實我們在那裡 提供更便宜的金額 那再來就是 當地的付費雜道 也對我們造成一些困擾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為了要讓 更多那地裡的人 能夠來享用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們要提供 盡可能多的付費方式 各種都提供 那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去整合 以印尼為例 我們大概要整合 六七家不同的付費找到商 去才能cover到 百分之七十的付費方式 那再來就是 當地電信業者 我們其實是跟 像以印尼為例 我們跟四大電信業 印尼的四大電信業 印尼是兩億五千萬人 人口的國家 那我們跟 第一大電信業者的合作 大概就cover了 五千萬人 那所以我們大概 四大電信業者的合作裡面 我們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們當地的平方問題 那我們在台灣 有十道保的電信服務 那在印尼他就沒有那個東西 而且他們的 他們的最大朋友就是 1GD 1GD這樣子買 那他可以買10枚的 5枚的 但是1GD 2GD相算大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很難讓用戶 願意在手機上面看電影 好 那沒有關係 你不要在手機上看 可能帶你到電視帳好不好 對 所以我們跟當地最大的 就是像中華NOT的業者合作 那他們大概 目前大概有五六百萬戶 那我們不妨可以在兩邊一起教授 如果我們有很多客戶 客室打電話進來 就說他看不清楚 那我們就很好奇 到底有關心的事 可以了解說 他們不往的方案 其實是兩內的 對 流量不夠 頻繁不夠 所以我們會給他的 大概就是一個標準 標準解析度等級的東西 但是我們其實對這件事情 內心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們很熱愛電影 對 我們連那個當地政府 他們要求的censorship 例如說 有個網路的鏡頭 他當地電視台 就怎麼去處理這個網路的鏡頭 他就給你打一朵大菊花在上面 我們看到這種東西 我們都會非常痛苦 就覺得說 怎麼可以到對待電影 那可是 就想說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去跟他講 我們本來製作這件事是 我們賣給他電影內容 那製作這件事是他嗎 我們都沒關係 我們不行我們自己處理好了 對 我們處理到維美的 就是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 這種意境帶過就好 所以大概我們去 我們大概回到這次 湘姐剛才的問題 其實我們本身是 使用者的體驗在技術上面 因為技術不斷進步 加電等級不斷的提高 電視規模不斷提升 其實我們就會一直追求 就是最好的一個技術上面的成就 也就是要跟整個國際接軌 那在Catria的技術部門 因為我是技術長 所以我必須講技術的東西 那在Catria的技術部門 我們自己認為 我們其實是打 我們其實是軟體公司 我們定位是自己是軟體公司 而且我們要在兩到三年內 讓Catria的技術管理 在台灣的技術管理裡面 是有一定的智慧度 這個問題啊 但是我們技術一定要有個應用的範疇 我們的應用範疇不在落體體 所以我們甚至連DRN都自己去開發 自己去找Studio做認證 那我們在影音的COTEC的部分 我們運擬我剛才提到 它只有兩枚的在用平寬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樣子的 影音壓縮的格式 可以用兩枚的平寬 讓用戶子享受到108的Catria 甚至我們希望以後BOK 我們已經回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電視的BOK 一定要是未來今年的主流會 怎麼樣 這跑不掉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大家剛剛分享一下 不管是國際化的部分 那也是技術的部分 那內容的部分 我們進展一下 我們尊重鋼幣的文化 尊重鋼幣使用也就是有習慣 同時保留給他們 我們最精神最強大的CASCO 那也提供給他們 Studio的一些好萊塢的這些卡片 那這個是在地化的部分 這樣聽起來就是說 在地化其實難進的困難 就是在地化 對不對 就是它其實同一個 就是如果要推難進 所有控告的都可能就是 在地化的問題 那我這樣也是在當地開的部分 那所以員工出外派會當地 我們大概外派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 OK 所以上課還是 那不會這樣成本 就是說以你台灣的收入跟支出 那因為你在地化比較特展 跟台灣的比例會有比較大的差別嗎 在成本部分其實大家可能想像說 印尼那邊的人士成本比較明 其實沒有 比技術人員來講 印尼那邊我去了三年 從第一年 他們的心思大概是台灣的九成 然後第二年 就是我們心思跟台灣差不多 到今年我去 他們心思已經台灣高了一成 所以他們年年有百分之十分的長 我們比在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那種 不敢他們這種 沒有 開玩笑的講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他們看得到希望 然後 那他們有一個普通文的慣例 就是每一次轉型 大概是三十到四十個鐘的 所以他們 公主人情的 對 就是每一次我 就彈一個 Tender Day的時候 他們轉 就是那個轉軸都會被強 對 但是他們那邊 常態 只是就是說他幻影工作 沒有個二三十個線 以上是不會一樣的 那成本呢 就是我想說 台灣 或者是 印尼 跟你家要去 越南 跟新加坡 那到底哪一個 地方經營你們 Cashware是成本最高的 就是相對 扣掉那個 支出 是最高的 其實 內容的成本 絕對是最高的 對 但是 其實像我們現在 有一個講法 就是說 其實在技術上面的成本支出 尤其是CTN 我們又為了提供順暢的品質 所以我們就跟國際大廠 去購買CTN 那這一塊 其實相對的成本 是相當高的 對 那 那 沒有 其實我們跟國際談的流量 是一起的 對 但是呢 有一些地方 像國際印尼為例 它有一萬九千的高 那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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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的事業者 其實也沒辦法 cover全部 所以我們就必須跟當地 都和很多家 一起去談 所以在成本 以技術專成本來講的話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流量的成本很高 另外一個整合的成本也高 所以我們其實也在想就是說 Patch Play 其實因為自己經營這個服務 就像我們的 內容有授權 給其他人一樣 其實我們的平台 未來我們也是考慮 就是 也可以授權做 扶大一點 也可以做扶大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把 南搞的那些 電信業 整個在印尼 新年人都做好了 然後 Payment我也整個完了 其實可以讓大家降低 就是進入OPT 去做這個服務的門檻 這個其實是我們 我們現在在技術部門 去思考一個方向 問一個跟你技術可能沒有 這不關於 可能因為你在配備 可能會比較知道 就是 因為你們除了投資好萊塢以外 像我現在就會覺得台灣 有一個趨勢 就是發展類型 類型化的系統 台灣現在最常開的兩種類型 一種叫做公廟系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就是 就是 我想說本來是一個帥哥 跟一個男女 會變兩個帥哥 這樣 那好像是現在台灣主流 尤其是網路 那以你們在東來看的內容 因為 我不知道你們也有當地的內容 然後也有台灣的內容 但你這勢必要經營的時候 內容有沒有一些什麼觀察 有趣的現象 內容的部分 其實就像剛剛提到 內容我們其實在技術經營為之 所以其實H8 其實 因為整個電影的上方下 我們全部都cover 所以我們在投資 甚至為了考慮自己的製作 本身都是不排斥 那我們其實很認真經營 我們不去管其他外在因素 所以只要好的電影 好的劇本 好的導演 其實我們都願意合作 我可以說昨天有買一名的電影 那電影就只買一名 會不會考慮說雙項 就是有些把一名的電影給進台灣 這個部分當然是有的 其實像我們剛才提到這一點 那我想到就是說 其實像之前台革大 他有一個和印尼人士在台灣 我們有很多新著名 對對對 那其實像我們也有在評估 就是也跟當地比較大的 觀眾過來的討論 就是輸入他們的內容到台灣來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說實在 只是也不會 就是我們太喜歡電影 所以我們看到電影的品質啊 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從上班 一定要先考他 我喜歡電影對不對 大概就是說 幾分幾秒來不定的台詞是什麼吧 沒有 沒有 如果要去那邊 那幾分幾秒 講什麼台詞都要記得 對 我最多只能記得這個鏡頭我看過 沒有 開玩笑 不過真的因為像我們還有編輯群 那一般的Country Provider 比較少有編輯群 那我們是針對我們要揮出的電影 做一些導讀或推薦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其實是 所有適合服務的國家 像在印尼當地 我們就有Fapasa的Version 我們在印尼當地有編輯 然後我們有在台灣就是中文版 在新加坡跟其他國家 如果沒聯繫來看的話 是英文版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對我們來說 就是 鋼體到這節目其實 因為我們在印尼那邊發現 他們的印尼 電影的產自的內容 有一些非常 Local 非常popular 可能 我知道舉例可能不太好 可是也許像我們的報告班長之類 那種編輯 可是呢 他們那個當初拍攝的設備品質非常差 對 那那個 我們就 雖然他在當地很 popular 我們就冷痛 說算起來還是比較好的 對 比較已經好了 但是這種雙向的合作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談 其實我問那麼多 主要是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未來 他其實都是一個人體的競爭 不管你投好萊塢 投兩岸三地 然後或投台灣 或投東南亞的片 或者互相比進 或者買賣片 其實他面臨就是一個 你不是只有一個單一 我做這一個 他是一個 中 整個看那個 那 這一個整個在透過你們的 而且你們還好 你們是直播開始在電影一下 其實又把那個 產品用 narrow了一點 所以 在這樣子的看 你覺得那個趨勢 就是說 你真正的 在這個產業裡面 真正最大的競爭 或者很可能會比較好的發展會是怎樣 這個是一個比較開放性的問題 對 其實有很多層面 競爭對手有很多層面 因為就像我剛剛提到 其實我們可以講說 Patriot是競爭對手 其實在台灣裡面 大家可能都會想 產生那種對手 對 但是其實我們認為不是 因為他主要是美軍嘛 對我們是界定的 好 i-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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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低了 沒有我們也不是這麼說 但是應該說 我們也同時是他的 provider 對 所以他 在台灣的片 都是你們 沒有說都是啊 他真的有一些部分 那其實台灣所看到 主要的OPP 只要是電影服務的 裡面有很重的體重 大概都是我們提供的 所以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就剛講說 上中下游嘛 所以每一個環節都可以跟我們合作 對所以我們其實都是 像我們去越南 我們整個在談的方向 都是要合作一起把OPP市場 建立起來 承受壯大 而不是去做競爭 所以其實Catriot是一個 很獨特的OPP經營者 他網上是片商 發行商 所以他還有電影的收入 拍片的製作 然後到網上 然後再到國際 那這樣的東西 其實也可以提供 比如說我們台灣其他OPP的經營者 就是你要走一個垂直的整合 水平的整合 還是你要去跟其他人合作 我覺得 我問的比較多的原因 是因為Catriot的商品比較單純 他本身販賣的商品 就是電影很單純 可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整合在做他的那個 這個Business Model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相對 是台灣OPP裡面比較完整 就是一個Tentum的公司 然後再就是台灣大大平台 那除了香港 除了台灣 因為我最近發現那個 我感覺港心跟港劇 在中國的視頻平台上 感覺有毀順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好像就是這幾年 這三五年吧 就是台灣跟香港都碰到一個瓶頸 就是可能在地的市場還好 可是原來的有一些 兩岸三地的 或者是感覺好像都 門建築都相對很低 可是我最近都看到 比如說我會在中國的視頻上看到 TVB的劇 就像在大大平台上看到 所以除了台灣 除了香港本地 全球的華人跟中國市場你們 你們這個平台會 當然中國是不可能用平台進去的 可是可能內有可以進去 那然後以前TVB都幾乎是全 全球華人都在看TVB的當局 我可以這樣講 有一段時間 那怎麼看其他的市場 其實呢 TVB發展了五十年 大概全世界有七十個城市 在幫TVB的頻道 在進去的 基本上不同的合作方式 然後一開始從廣東化為主 然後後來現在其實基本上廣東化的頻道 跟大家國語的頻道 然後市場是有的 但是發展了幾個區域 區別化很重要 一個是廣東化 廣東化其實 聽說好幾十年前 差一票就變國在裡面了 所以在廣東化 其實廣東化佔了整個 中國大陸市場可能有五億人口 兩億到五億 廣東化的比如廣東省 廣東省的人口就是一個參加 就是聽廣東話的為主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國語 國語的東西 台灣人是沒辦法接受 中國大陸普通話的西區 因為沒辦法投入西區 我都沒辦法 然後那個 在中國大陸他們的用語 那些東西也是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當我們去看全世界市場之後 我們會把它變成是一個廣東化市場 然後呢 我們以台灣國語或亞洲國語為主 的參加一個市場 然後在中國大陸市場 我們會把現成這三塊來看 對 中國大陸他主要都會自己配音 如果他要配音的話 所以 比較manager的國語就是他們自己 有一些會有些不會 那我們最近 其實這個是相對的狀況 就是說 我們最近有三部戲 一個是彩播 一個是不懂殺鳥的人 另外一個是最近的十五年 都變成是中國大陸網劇的前五年 前五年收視率 前五年 然後後來在中國大陸放出來的留言 有9-11的留言 就在那邊 那這樣子 其實這個其實相對的 其實為什麼現在好像比較厲害 其實是因為 你有這幅大的市場的資金 去做一個比較高恢復的一個製作的時候 他的製作都會比較 都出來比較 比較像這樣子 然後尤其是那個 他們做紀錄片的就知道了 好的預算又快 預算快出來 對 他很多 就這樣很多 然後這幾年因為那個 韓國市場 韓國 韓國 富人很流行韓國市場 韓國市場 變成很流行 富人又進韓 然後韓國的一些戲劇 又慢慢有一些東西 沒有那麼新鮮跟沒有那麼高水平 沒有那麼小 對 然後剛才強調非常高 他們韓國開的價格是全 全世界最高 或是說他們現在 有製作變態的比較少 所以因為預韓 就造成他們有一些 有些大門擠不擠或有一些 不是 還有製作的問題 就是 他們 要控制 還是依然控制 控制建設內容 對 所以其實全世界現在比較好 所以就變少 沒有變很像 跟預韓的節目要重新 要被施拍一次 所以你們跟中國的合作也是 不只是把港幣直接過去 很可能會合拍 不會 那我很多界的政策就是說 我們不說合拍片 我們全部是百分之百分 全的港幣 那如果都要跟你買片 就是說我十四一百片 這種不適合拍 但是比如說我一集給你多少製作費 你們會合作 我們會合作 但是比如說我們會區隔 比如說 香港也是我們界的經營 然後台灣也是我們界的經營 所以在愛奇 中國是可以看到很多的TVB的局 在台灣因為我們幾乎發展 發展Build Channel 所以他們之後 我們沒辦法看到 你確定沒有賣台灣的 對 台灣就是我們界的 愛奇是沒有的 其實跟百田販賣也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百田是屬地的 然後比如說像 現在我們講的大的三個視頻平台 就是BMP 愛奇藝 ユープ 跟騰訊 那有些 有些據 可能在騰訊在播 台灣愛奇也有 可是他只買了台灣的TVB的權利 所以其實 百田買賣的人在 我覺得 而且是你在不同平台 比如你在電視台播 你在外電視台播 或者你在什麼樣的載具上播 其實全是都不一樣 就是其實 其實未來就是 學諸多學法也好 或者學法律這塊 其實是一個 而且學國際 國際版權販賣 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也是一個 就是說 要做這個行業 其實不是只有創意 不是只有拍片 不是只有 其實買賣影片 或者 然後我們講的技術 寫Coping 然後什麼之類的 其實整個娛樂產業 所以他相關的 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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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地區 不同都有很多 所以其實 年輕人我要進入這行